司马炎统一了三国为何口碑剧非常烂 因为司马炎只是一个典型的官三代 属于是头抬头的好 如同说是打小在院里面长大的一个豪门子弟 凭借父亲司马昭留下来的班底顺利篡位而已 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根本就不需要他有什么才能 关键是他确实也没有什么才能 司马炎虽然是终结了三国的乱世 但说起来这统一和他本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蜀汉是司马昭的时候被消灭的 压根就没有司马炎的戏份 而东吴虽然是司马炎时期灭掉的 但是整个灭吴的准备执行 都是上一代曹魏时期留下来的那点人完成的 先出无故是怎么灭的 当时西晋与东吴在荆州的南北对峙 杨户到了荆州之后 发现这里面军备荒废生产力低下 就连后勤都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他才在荆州大量的囤粮整军 这才给西晋留下了家底子 公元278年杨户去世 两年之后西晋灭掉了东吴 可以说没有杨户这个统一的壮举 根本没有办法实现 这连司马炎本人也敢参说 此阳太夫之功也 而杨户本身也是曹魏时期留下来的官员 并不是司马家自己培养出来的 按理说统一中华好歹也算是一个大功劳 可是司马炎在接下来的表现 全然不像一个新时代的领导者 一是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管理的才能 统一后的西晋很快就陷入到了 豪门世家相互攀比的奢靡之风当中 要知道这种追求奢侈的行为 以前是不敢想的 当年北方缺粮 曹操为了节省粮食禁止所有人饮酒 而一向看不起曹操的孔荣当中饮酒 给曹操上饮药 当时曹老板就动了杀心 如果西晋的这帮人送到东汉墨 那估计曹老板一口气全给送走了 可是面对这种问题 司马炎却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完全不管 除了纵容纵视豪强攀比之外 司马炎还总是当老好人 西晋的核心官员 都是靠投机战队 支持司马家篡位才得到重用的 所以大家互相也都看不起 没有才能凭什么你比我厉害 再说了就算你有军功和才能 在西晋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用 毕竟当多数人都在研究背靠大树的时候 你一个靠努力的人就显得不正常 在这种环境之下 司马炎干脆就祸起你 谁也不得罪 每天就是做和事佬 李世民曾经就评价过说司马炎宽人厚道 这句话如果说放在一个守夜之主身上 那倒也算了 放在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头上 怎么听都像是在骂人 可以说司马炎就是一个没有开国君王气象的君主 他和西晋的官员都是一号人 在相对稳定的强权家族当中长大 没有经历过社会矛盾的打击 没有见识过斗争的残忍 也没有亲历过战争的洗礼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 从上一代人把权力接到了手里 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司马炎去世之后 留给他的傻儿子司马中的 不是一个统一后外向更新的先王朝 而是一个宗室清亚 外戚护司 巨线失控 胡人大规模被引入的烂摊子 当八王之乱撕毁了表面的太平之后 留下来的只有一地鸡毛 当然你就没有人觉得司马炎有多厉害了